严宗帝 高一公两位兄弟 随我去红武门 阻止叛军攻入紫禁城 危害太子殿下和一安皇后殿下 尔等流寇不过反贼尔 也竟想偷生 严不知尔等刁民 即便作哀哀饿嫖 也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寒教里饿死 而不是欺天而返 不然就是上天也不能容你们 姓刘的 我X祖宗 早知道如此 老子就是死也要和你拼一拼 陛下 东厂得到密报 凤阳巡抚丁奎楚临阵逃脱 致使楚州惩祸 田剑秀等被迫投降 然 初流西遥等少部分杀戮军将领 不愿投降 拼死突围逃出外 全部都被刘泽汉活埋 其妻儿老小皆被企图杀 这田剑秀等闯军是干什么吃的 陛下在楚州给他们自田自地 重新登记为民 安家落户 还给了安家银 原本以为他们能更加死命捎土 怎么就又投降 好摇旗的教训忘了吗 陛下 臣认为这倒也怪不上田剑秀他们 按照东厂所报 是凤阳巡抚丁奎楚临阵脱逃在先 致使楚州惩祸 田剑秀等是被迫投降 说来 此事臣有责任 丁奎楚是文臣 见据他去凤阳任巡抚 是臣决定的 臣请陛下治罪 哪有以上却有偷生之恋 何况人 何况他们还有家眷在城 而城已破 至于丁奎楚的确甚为可恨 实军之路 忠军之势 他不是未经圣人教育的曹莽陆林 是两膀近视 却直接临阵逃脱 枉为人臣 但此事也怪不着爱卿 当时 亭推出的凤阳巡抚 是他和杨廷林 选他是因为朕也觉得 当年为卢相声建阵的杨廷林 更适合掌渡察院 而他丁奎楚为人圆滑 不似杨廷林刚硬 但更好与田剑秀等农民军 出好关系 是朕大意了 不过 这田剑秀等人也是太天真 竟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朝中很多士大夫出身的文臣也好 武将也罢 都是对他们有很深敌意的 非朕等力排众议 剑奴难征时 他们连被招俘都不可能 除了我们这些愿摒弃私心 为汉家河山不限于葫芦之手 我大明复兴 并同情他们本是因为天灾 与朝廷事情苟正所累 而成流寇的君臣 谁会容他们 陛下 眼下形势变得很严峻 除州乃南京门户 从林怀过来的官道上 就除州一座兼城 如今除州一丢 汉军就能直去南京 从而兵临南京城下 而现在自从新政实施以来 沙鲁军和破鲁军 改变为税政兵后 就分散于各州府 镇压当地豪强 收取伤税 故而南京守军兵力不算很多 故而臣担心南京会有大的变故 太子殿下和义安皇后还在南京 百密一书 没有料到凤阳巡抚丁奎楚 为林阵脱逃 臣罪大义 若两宫有难 臣甘愿临死 让红娘子部的灭鲁军 吉原南京的令旨 已经下达多久 已经有五日 李延是红娘子的夫君 这红娘子 应该会比镇还着急 肯定插着翅膀赶去南京 为警方有便 派人放心哥去南京 将田建秀等被害的消息 告知给李延他们 告诉他们这些农民军将领 放弃幻想 除了镇 没人把他们当人看 别人只会把他们当成草芥流寇 要想活命 就先要不怕死 是 速开城门 本官是凤阳巡抚 丁奎楚 有要事 要见你们李不堂 并有田将军的亲笔信 田大哥的信 田大哥他们在楚州守得如何 你们先让我们进城再说 耽误了军情 你们可承担不起责任 好 好 快开城门 不好 马唐云 速去禀报李延大哥 看娘的 汉军假冒冠军攻入城中了 我对不起他 侯爷 南京外城 正阳门已经拿下 这些流寇已死伤大半 还是丁府台有计谋 没想到南京如此不被吹灰之力 就拿了下来 传令 近战外城 立即攻入内城 告诉李延及其城中官兵 投降不死 可恶 脑子早晚要宰了这群混账 没错 很扬的 先是马金中兄弟 现在又是田建秀 李自静 刘夕瑶等在楚州的兄弟 皆是被这狗日的刘泽涵所害 如今看来 早知道如此 当初老子就该直接请命 替皇帝老儿 灭了这些拥兵自主的军阵 在他们眼里 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 李国兄弟此言说得在理 皇上也传了旨 告诉我们要放弃幻想 不要想着投降 李国和李来峰兄弟 你们立即去增援塔天堡兄弟 严宗帝高一公两位兄弟 随我去洪武门 阻止叛军攻入紫禁城 为害太子殿下和一安皇后殿下 刘方亮兄弟 守南京的大明皇家银行 咱们守宿兄弟 守南京兵部衙门 刘体纯兄弟 守国税局衙门 我们就是全部战死 也不能让叛军轻易卷走 朝廷官吟 与官库里的火器火药 是 李不堂 见过陆王殿下 李延因此也就立即带着 袁宗帝与高一公等人 往巡抚衙门而来 送去换我们 李延 你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吧 你和陈济一样 皆为我士林败类 你比陈济还要更坏 我们只是勒死了陈济 而你凌迟都不为过 不过 你也不是没有活命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 让外面的睡政兵投降 不过